国军拂小秀肌肉 坦克就位重装出击 火炮连发震撼力爆表 陆军棚防部展现实时训练成果 只是上层指示 处处接战场 现在变成处处防内鬼 国军弟兄展现同岛一命 寸土不让的决心 不过就在这敏感时间点 竟然有官兵拿着国防部的 极度机密文件对外换酬金 棚防部的一位蔡信上市 从前年2020年开始 因为缺钱在网路上遭到利诱 提供军事机密换取报酬 不过同袍发现蔡信上市 违规攜带电子设备入营 不断刺探收集非他所管辖的 内部文书等 在带出军营交易 检方一查 发现他泄露的机密 竟然包括极机密文件 有关这个案子 是国军官兵主动检举反应 那么国防部马上就采取了 损害的管控作为 中共对我们的渗透手法 不断的更新 而且也无所不用其极 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 事关的阶层 怎么会摸得到所谓的极机密 那我们今天要确认的是 它一定有你印外合的问题 那现在只是我们找得到找不到 不然的话 其他国家会害怕跟台湾合作 类似的国军内鬼案 2020年陆军八军团也发生过 在汉光演习期间 一名中校偷持手机 拍摄训练计划等机密文件 既往中国遭台湾海关拦截 这回极机密文件交泄 涉及内容不光是国军情报 甚至包括人事资讯全都录 军方精实演训 对内保密防碟的工作也不能踪械 进行王震和孟哲黎敏佳 采访报道